同学们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陈莲春 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 《论语中的学》 这节课的学习目标是 理解《论语中关于学》的论述 进而理解儒家下学上达的思想内涵 探究《论语中有关好学》的章句 总结孔门学习的方法 以注意于自己的学习 那在我们的学习任务当中 我们来看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学二篇第一章 就与《论语开篇》 这个问题可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学二篇对于整个《论语》来说 二十篇它为什么就与第一 虽然《论语》在他的弟子 及在传弟子们编辑的过程当中 探是无序 但其实我们如果去做探究 会发现大有深意 朱熹是这样说的 此篇乃入道之门 积德之机 学者之先物也 原来整部论语 是教人求学 那么由学而最后去达到人的境界 这样你理解了编者的用意 是不是我们就清楚 学习论语当由学入手 再来看一下咱们这篇课文 论语十二章 那么同样你思考过 编者是如何从492章论语当中 选出来了这十二章呢 其要义是什么 好 让我们温固而知心 再来看一下这一章 子曰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至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你发现幻灯片上 老师将一些重点字 已经标注了红色 这是我们学习的关键 请看学这个汉字 书文解字当中说 觉悟也 原来学习是可以帮助人 从蒙昧的状态 走向智慧的光明的境界 而习呢 这个汉字 它本意指小鸟 练习飞翔 所以书文解释说 朔飞 因此在论语当中的习 它就含有演习的意思 孔子重礼 礼仪是需要演习的 因此习指向了实践 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以自用 再来看彭这个汉字 广雅中说 彭比也 彭累也 有彭至远方来 就是说 学习是要 志同道合者 在一起而学 一起切磋 不亦乐乎 所以礼记学迹当中也说 读学而无有 则孤陋而挂文 再看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君子是贯穿 论语的一个重要概念 论语的第一章 由君子而起义 论语的最后一章 由君子而结束 这样我们学习了重点词 就清楚 君原本的概念 在诗文解词当中 说他是尊业 也就是 他是指居高位者 而孔子呢 却通过论语强调学 赋予了君子新的意义 君子是通过学习 可以达到成君子 成圣贤的境界 好 现在请你再读一下这一章 我们来思考一下 其中的要义 你会发现 在这一章当中 有 月 乐 不韵 你会从此总结出来 原来学习会让人快乐 论语是一部教人快乐的书 那么你能否通过那篇联系法 想一想 在论语当中 还有哪些章句 谈的也是这个要义呢 我们会发现 在庸野篇当中 子曰 知之者不如耗知者 耗知者不如乐知者 这里孔子提出了三个学习的境界 知之 耗知 乐知 知之者指的是能获得知识 对知识有了理解 但是 知之不一定能保证最后学以自用 而耗知者是指对学习有了领悟 但是 虽以能学以自用 可是 因耗知就如潮信一般 有长有落 有可能学习动力是不足的 只有乐知者从兴趣出发 这样才有持久的行动力 当我们达到乐知者的境界就可以改变 要我学为我要学就可以由学意识而学一生了 再来看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学而实习 实习就强调学习是需要反复实践的 那么你能在论语当中再联系到类似的章句吗 有同学可能已经想到我们说了成语温故之心 因此在为证篇当中有自曰温故而之心可以为诗意 钱穆先生说温由习业 故是指以前所学到的知识 而心是心中有所得悟出来的心知 因此我们清楚由旧知开悟心知 当内外知识合为一体 这才叫真正的学习 再来看 在这里我们还会发现 有朋之远方来 其实学习是要折上而从 你能想到在论语当中 有没有类似的话呢 有同学可能已经想到 在诗说篇当中 韩玉曾经引用过论语中的话语 三人行必有我诗 在这里 折善者而从 就是指确定一个人生学习的伙伴和榜样 彼此切磋共同进步 好 圣人无常诗也正在于 他们能够与有共学 这样的学习对象是不论古今的 再看 人不知而不运 这告诉我们 君子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成德 在论语当中 现问篇有很重要的一章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学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 让自己的人格真与完美 而现在的人读书呢 却只是为了别人的夸赞 这是外在的求取功利 好 理解了这一章 是我们初中就已学过的 这时候 你是不是会对论语的学习 有了新的理解 因故之心 原来以学二篇第一为整部论语开篇 就是要完成以学求人的一个定位 接下来论语的章句都将开始来谈人了 所以整部论语既谈学 但学是为了求人 孔子自于道 因此心中能乐于道 就不再会外在的不知而动摇学习的追求 学习修养 以成德成胜 最后会达到人的境界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课文当中 第一章是 子曰 君子死无求保 居无求安 弥于事而胜于言 就有道而振言 可谓好学也已 我们由学再来看好学这个关键概念 同时十二章当中 其实有这样的几章所谈的都是学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 招文到 稀死可以 那么你能否用刚才的方法来整合一下这些章 最后再来提取出来好学有哪些内涵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好学一词在整部论语当中出现了十六次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章句意思疏通之后 去提取共同点就能理解深入了 再还可以去做内篇联系做拓展 请你尤其注意这一章 这一段诗生对话当中 其纲要在六言六壁 六言指的就是红色字体所显示的 人 智 信 直 永 刚 这六得 而六壁 壁的意思就是壁障 所指的就是蓝色字体所言的 鱼 荡 贼 脚 乱 狂 这六种笔杖 那么当诗生对话之时 子路站起来恭敬地回答老师 我不知 不知 从 这未来的 为了解 是 大家 别 现在 别 互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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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你就会发现原来 原来君子他不会有外在的居住环境 不会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好学 与人的好学与人的好学 与人的若干德行 于是最后就可以知行合一 因此 因此 君子他谋的是道 而实和平都是外在的环境 君子将有坚定的心力 以学求人 理解了好学的内涵之后 让我们再来从论语当中 总结一些学习方法 以有助于自己的学习 请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 幻灯片所示的章句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之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子曰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矣 子曰 学而不思走往 思而不学者代 这些章句大家耳熟能详 再来看一下 这些章句呢 子贡问曰 孔文子何以为之文业 子曰 敏而好学 不此下问 事以为之文业 子曰 博学于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 服判以夫 子曰 莫我之也服 子贡曰 何谓其莫之之也 子曰 不愿天不由人 下学而丧达 知我者其天乎 这些章句当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需要我们深入的去做理解 由此才可以提炼出来相关的学习方法 好 我们温固之心 从简单的开始来做提炼 首先你会发现 有效的学习方法 就在学儿篇第一章当中 那就是学而实习 孔子强调学是要实践的 所以学就需要实这个实 就和温固之心的温强调在一起了 好 那这样学习是要反复的 只有学而实习 最后才会产生深刻的效果 再来看学思病重 学习是要和思考相统一的 如果光学不思 这个时候不会有自己真正的收获 如果光思不学呢 就不会转换成为自己的学习力 及最后自己的德行超受 人格也无以完善 因此孔子是将学和思有效的统一起来 他二者相辅相成 色衣不可 再来看最难的是这个概念 博曰相继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博 大家好理解就是博学 君子广泛的学习 不论古经既有书本知识也有 我们看到现实人生当中去多文多学 因此孔子强调说 要多问每次问 要多思 而且还要去密仪式 有行动力 这是关于博 什么叫做曰呢 曰是要之 就是归种来说 所学归于什么 因此我们会发现 所学而文语当中说 曰之以理 原来理就是我们学的一个要之 而理是什么 理是人之表演 将我们刚才所讲的理学求人统一起来 于是你就清楚了 曰告诉我们学习的目标 博告诉我们学习的内容 只有博曰相继 最后才有最佳的学习效果 再来看这个关键概念 下学而上达 整部人以兼言下学 下学 下指的是什么 具体人士 而上达 达于什么 达于天意 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清楚说 所谓下学 是从具体的学习过程当中 最后去提炼 让自己的理性认识得到提升 孔子说 不怨天不由人 虽然他在当时那个时代 不为众人所理解 众人只是说孔子真是博学多识 但孔子虽正见不为当时人所采用 自以他的博学为大家所知 可是孔子却表现出来 君子不忧于不惧 就在于他已经能通达天命 那么我们的学习呢 是要通过下学 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去融会 以便自己能够掌握其中的要理 这样才会对下学上达有深刻的理解 而学习既然是下学 所以他就是强调学是为了自用 这样的学与自用 才会是自己真正的学习持久之功 好 总结了孔门学习方法之后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诸心迅蒙绝句下学上达 学在事实思事理 何于世上每行思 但你下学功夫到上达之机便自之 所以同学们 让我们切实的做好每一个课堂的学习 每一个论语章句的学习 这样才终能等到上达之机 由此我们再来看本课所学 当我们学有未得之时 孔子说应该发愤忘食 由分子而起来自于内心破续的愿望 接下来当我们由耗之进一步乐之 这就进到了赌学 再能够通过学而有私 这就处于了乐学的境界 这是一个良性的学习循环 这样的良性循环就可以让自己产生不倦的行动力 于是广泛的学习 学习归于人和理博约相继 最后是去实践当中 践行着转化着自己学习的知识 这才叫活学活用 当我们达到升堂入世的境界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了 你的生命处于一种不发的状态 因此孔子所谈的发愤不厌 其实已经上升为一种生命的方式 呈现出来一种昂扬积极的生命精神 而只有这样才可以超凡入圣 上达便利 好 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学习方法 一 温故之心 开悟融会 二 内篇联系 已经解极 三 归纳总结 体要勾悬 下面是这节课的作业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朋友们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